中奈鄉隆安宮一年一度的火把繞境 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歷史 而選在三三國王聖誕前一晚舉辦繞境活動 目的是祈求地方能夠安寧 也祝賀三三國王的誕辰 而地方上的居民也在家門前擺設箱暗桌 迎接繞境的隊伍 這是每一年三三國王聖誕進行一日 兩岸宮都會舉辦了一個火把繞境活動 已經全新百年啟發文化的活動 每一年兩岸宮北北的繞境活動 都有越來越多年輕人來參加 相信我們啟發文化在兩岸宮這裡 一定團成下去 未來我們希望可以帶過多在地的這些事件 來團成這些文化 給多多事件來參加這些火把繞境活動 可以把這麼好的優秀的我們中央在地的 綜合文化活動繼續團成下去 先議員廖一賢也祈求三三國王能夠保佑地方上的 居民身體健康之外 也感謝地方居民熱情的參與此次的盛事 讓繞境活動更加精彩 這種思想在三三國王的參與真正面 都有壓迫火把的繞境 祈求我們全征的人可以平安大家的孫生 南青、北學、路、立、青城 各個河都平安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忍耐的盛心 在跟三三國王一起祝福 三三國王一定會比喻到我們 風雕舞孫國台民安 全村的人都身體健康 數數不知 上百年歷史之久的火把繞境活動 讓原本寧靜的村莊熱鬧不已 期許三三國王能夠保佑地方及居民身體健康 五股豐收 記者 李永勝 中了採訪報導